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来看看 这个是印尼 那么现在宣布他们要禁止棕榈油出口 全世界震撼 因为棕榈油可以说是世界上用途最广的一种植物油 现在印尼说他们是全世界生产的大宗 但偏偏人民怎么会无油可用 买不起油 这样一个状况让他选择把所有的油都留在国内 让他们自己的国民先用再说 但是此举会让全世界的实用油的价格再度飙升 印尼这个棕榈油的风暴 带您快来看 我们首先就要带您来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状况 印尼其实现在他们的人民生活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他说他们买个油 这不是应该是人民必须用品吗 买油买到贵到买不下手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印尼它是非常重要的棕榈油的一个生产国 那它占了全世界棕榈油 它生产的60%都是从印尼所出口 但是印尼人就很生气了 他说这么多油都靠印尼 但怎么会连印尼自己人却是买不起油呢 印尼的实用油他们现在短缺 然后他们的价格飙涨了40% 所以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觉得政府无能 怎么会把油都往外出口 那自己人吃不起呢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就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他就决定4月28号禁止棕榈油出口了 全面禁止 那这个全面禁止 他说过去是三分之一 供应国内市场 现在就全部留下了 那不管这个全世界还靠 它有60%的一个供应 那就管不得别人了 先管自己家人吧 这才最重要 那主要会受到冲击的 包括像印度 印度非常受到冲击 因为印度非常喜欢用棕榈油做菜 那于是据说现在 这个禁令一产生 导致在印尼的很多港口 大型的货柜轮 里头本来都是要运棕榈油去印度的 现在都没有办法出海去了 所以印度受到冲击最大 另外中国还有欧盟 其实也用非常多的棕榈油 美国巴基斯坦都是这次的受害者 那当然了 我们看到这个禁止出口 马上就让所有人去寻找替代用油 那你要用更高的价格去买 所以现在看到了食品的通膨 恐怕会更加恶化 好那你听到棕榈油 你就觉得那离我好遥远 不关我的事 但告诉你才关我们的事 因为棕榈油它是运用非常广的一种植物油 你说吃的用油 你说我没有用棕榈油做菜 我家用沙拉油 用大豆 用橄榄油 那你就错了 因为棕榈油其实 它会再制 那通常它会做成烘焙用的一些相关油脂 人造奶油 煎榨油 等等 烘焙里头用的像起酥 这些做面包的 做蛋糕的一些油 其实很多 它其实是棕榈油 所以你可以想见 以后你到面包店去买 面包蛋糕都会变很贵 再来我们看到零食 加工食品 你去买这个架上的饼干 糖果 巧克力酱 冰淇淋 里头都用了非常多的棕榈油 你去把你家零食拿起来 看后面包装 一定有棕榈油 它有的时候会写成植物油 那都是棕榈油 再来我们看到 它还用成一些清洁用品 化妆品 家用品里头都有棕榈油 肥皂 洗面乳 洗发精 沐浴乳 还有你家洗马桶的 各式各样的清洁剂 里头都有棕榈油 还有一个棕榈油 它会变成燃料 生殖柴油里头 也有棕榈油 所以它的用途非常非常广 你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当中 有一个统计是说 你走到一家超市里 超市里50%的商品 不管是任何各式各样的一个项目 50%里头都用了棕榈油 所以你可以想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现在印尼说 我不出口了 那现在棕榈油 其实它的价格飙涨到爆炸 为什么很多人形容说 这是一个食用油的完美风暴 最早最早是从厄乌战事开始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报导 乌克兰是葵花油很重要的一个产地 那打仗了嘛 所以乌克兰当然就不可能再去制造葵花油 所以当葵花油的供应中断 大家开始要寻找替代用油 再去找其他植物油 好那你说我不要用葵花油 我来用大豆油 但是这个大豆用黄豆所萃取出来的油 它遇到什么麻烦 南美是它最重要的产地 像阿根廷巴西 但是阿根廷巴西因为南美现在大干旱 他们的黄豆现在产量锐减 所以它也弄不出大豆油 阿根廷甚至说 我们也不出口黄豆不好意思 因为也要留到自己国家用 好那你说没有大豆油 那我来买芥花油 菜籽油 加拿大是主要产地 那加拿大也干旱 所以他们的芥花油现在产量也锐减 于是最后大家才想到棕榈油也可以 结果现在棕榈油不但是它的价格飙涨 而且现在印尼直接就不出口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 食品类的通膨 可能食品类相关的价格也会飙涨 不管是香味肆意外脆多汁的脆皮炸鸡翅 还是可口的香浓巧克力 或是甜滋滋的饼干 都让人忍不住时局大动 不过想要大块朵頤 未来得掏出更多银子 这全是因为这道禁令 我 trä油的表白 在这一广丶到原本的表现 尤其是决本的致命 尤其是基地的 当码分内容的货神 在这些方面 我认为 印尼总统佐科威宣布 从28号开始全面禁止出口棕榈油产品 范围扩及所有油脂出口 就连原油和精炼油也包含在内 消息一出震惊全球 也立刻冲击植物油市场 马来西亚棕榈油期货 随即上涨9.8% 印尼政府寄出出口禁令 原因是国内食用油短缺 引发的相关问题 甚至比疫情还要更严重 消费者必须在配送中心前排队好几个小时 才能补贴的价格买到这种生活必需品 买不到油除了引爆民怨 还连带影响了印尼政府的声望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 过去几个月以来 左科威的满意度大幅滑落 超过三分之一的民众表示 基本商品成本上涨是不满意的主因 印尼中旅游禁止出口 影响层面到底有多大 跟你我的荷包脱离不了关系 原因是棕旅游应用范围极度广泛 软质棕旅游是世界上 食用最广泛的食用油 全球约60%的棕旅游产自印尼 常被加工成起酥油 人造奶油 煎炸油和专用油脂 工业上则是可以做成脂肪酸 含氮化合物和甘油等等 是化妆品清洁又品的主要成分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 超市中近50%的包装产品 都用了棕旅游 所以往后许多东西 可能会悄悄涨价 由于干旱和劳动力短缺 食用油价格一直在上涨 现在加上俄乌战争爆发后 扰乱全球约80% 葵花油出口贸易 导致棕旅游和大豆油等替代品 需求大增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统计 俄罗斯入侵农业大国乌克兰之后 植物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各国民众都很有感 鸡肉在油锅内炸得直直作响 这是南韩的国民美食韩式炸鸡 但现在首尔这家业者很苦恼 受到全球最大棕旅游生产国 印尼的出口禁令影响 成本上涨的结果 恐怕只能忍痛涨价 业者说起来很无奈 本来考虑把油炸用的油多用一周 希望可以节省成本 但如此一来炸鸡的口感就大不如前 而涨价的结果让消费者忘直却步 事实上不止韩式炸鸡要涨价 西班牙这项国民美食也要涨 水滴状面团呈现金黄色 就可以起锅上桌 吉拿棒老板表示 恶物战争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粉油等万物都在涨的结果 小本生意根本无法获利 如今印尼寄出棕旅游出口禁令 专家担忧此举可能进一步增长 早已飙升的食品通膨 可能还会增加全球饥荒风险 三立新闻夜里为报导